空中俯瞰一道水柱从左方舰艇喷出 直接对准右方小船 船身斗大写着中国海警 中飞两国又在南海交锋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6号发表声明 痛批中国对飞军发射水炮 非法封锁一艘补给船 事件发生在5号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当时正在护送几艘补给船通行 为驻扎南沙群岛仁爱交的飞军运送物资 菲律宾武装部队批评中国海警船的举动过分且挑衅 违反国际法要求中国海警自治 尊重非国主权 因美日澳加等国同声谴责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推文表示 面对中国举止轻率鲁莽 美方与菲律宾盟友同在 中飞紧张关系甚温 空拍直击南海争议还遇上 大大小小渔船倾巢而出 全都来自中国 中国海警船7月无预警闯进仁爱暗杀 大胆玩碰瓷 早些时候甚至爆出 恶意用雷射光攻击飞国船员 如今直接发射水炮 嚣张跋扈可见一斑 但没想到中国海警局却面不红耳不赤 指控飞军船只未经中国政府批准 非法闯入 中国海警依法实施必要管控 还料化将继续执行维权行动 面对北京躲躲逼人 南海态势恶化就怕擦枪走火 冲突已触即发 3D新闻网上引爆 3D新闻网上引爆